都市人平日上班、上學壓力大 聽歌、播劇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除了可以放鬆心情 還可以舒緩我們的壓力 但是不是長時間大聲用喇叭才會影響聽力呢? 乘港鐵、巴士 大家都習慣帶著耳機聽歌、看片、打機 一來不會影響其他人 二來可以享受自己的世界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在2019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 全球有4億7千萬人有殘疾性聽力損失 估計去到2050年將會增加至超過9億人 而政府統計處在2013年發表的一份報告 亦指出本港至少有15萬人出現聽力困難 我們經常說的撞龍其實是輕度至重度聽力損失 至於耳龍就是極重度聽力損失 基本上完全聽不到 聽力損失可以分為先天或後天的因素 而長時間高音量使用個人音響設備 近年就被社會納入為後天損害聽覺的因素 不知道香港市民有否留意自己的個人音響設備 是否合適呢? 看價錢、帶得舒不舒服呢? 看價錢、帶得舒不舒服呢? 還有它會否可以配合其他環境的聲音 都有的長時間打 它內容一陣就會很不易有 即是會很癢 有時可能會有一點痛 都是這樣 有點不適用 好像有百多人 我忘記了 百多人 大概80至90度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以每日聽1小時為上限 經耳機播放的平均音量 不應該高過85分貝 最高音量的上限是110分貝 如果將耳機聽音樂的音量 調教到接近94分貝 那就只需要1小時 便足以對聽覺造成永久損害 所以耳機應用這個為安全守則 即將音量設定在最高音量的一半或以下 而每日不聽多過60分鐘 其實這一類型的入耳式耳統具備主動消噪功能 會根據耳朵的結構 和耳塞的貼合度不斷調節 從而隔絕外界的聲音 機身向外設有一個咪 負責偵測外來的聲音 在我們聽到外來聲之前 耳機就會產生相等的反噪音聲波遞消 而向內的咪就會檢聽外界的聲音 和我們耳朵內多餘的聲音 然後用同樣方法消除 這一個消噪程序 以每秒200次的頻率持續調節 但坊間上有這麼多種耳機 怎樣才知道有沒有抗噪功能? 又是否每一個的無線耳機都有? 不懂選又可以怎樣呢? 其實現在網絡上有不少平台 都會提供聽力健康等的資訊 例如在YouTube有不同的頻道 介紹各種耳機的功能 以及怎樣保護你的聽覺 不妨在選購之前 先參考下不同的分析 另外,現在智能電話都設有不同的健康功能 例如監察環境和耳機的分貝 並且會提醒用家 避免長時間處於高分貝音量環境 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定期進行聽力測試 由專業人士進行檢查 了解耳朵的健康狀況 聽力健康的確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平日一定要養成保護耳朵的習慣 如果發現耳朵有任何不舒服 就要立即求醫 千萬不要拖啊